最近我在使用iPhone的时候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拿起iPhone 脱下口罩 解锁 再戴上口罩 我在网上就找一些视频 要看一下如何破酒 我发现到最常出现的两个方法都不行 第一个方法 戴着口罩 然后 set out 多一个 Face ID 这个方法不行 第二个就是 连续一整天使用 Face ID 解锁的时候 然后输入密码 我真的没有那个时间体力 或者是耐力去一直使用这样的方法 What? 后来我就找到多一个视频 这第三个方法我觉得超好用 我觉得这第三个方法是可以行的 大家好,我是三号 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KL 我平时会把关于苹果产品的一些资讯 换在我的Bilibili IG Facebook 微博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这几个频道 及时得到关于苹果产品的更新 这个第三个方法 是我从大耳朵 TV那边看到的 这个我也试过了 成功率很高 这里就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解决到大家的烦恼 首先呢,这里我们需要准备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的 iPhone 第二个呢,就是一张白纸 所以为了完整性跟真实性呢 接下来的示范呢,我就不用做紧接了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那些小细节一起一个一个做 首先我们先开启我们的设置 打开设置后,拉下来就会看到一个面容ID和密码 这个呢,其实就是 Face ID 跟 Passcode 点击进去,输入你的 Passcode 在下面这边呢,有一个重设面容ID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sell过了 所以这边我们要重新设置过 如果你还没有设置的话,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去设置 重设,然后再设置面容ID 这里呢,我需要把我的眼镜先放下来 戴着眼镜的话呢,识别会比较差 所以我现在连我的眼镜拿下来,虽然这是假的 然后呢,我现在设置面容ID 然后开始使用 这里我就把半张脸顶着 放手键 半张脸 有这个鼻子一半,鼻巴一半被顶着 然后现在跟着那个平时设置会塞的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继续转动 然后完成 如果我们完全拿 Mask 来遮住的话呢 它就不会把我们扫描 因为它会讲有一个东西顶在你的 Face 前面 所以我们就拿一张白子 然后顶着一半的话呢 它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你的嘴巴跟鼻子 然后它可以把你继续扫描你的脸部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戴的时候 是100%能够解锁的 那么我戴上这个 Mask 过后会是怎样呢? 就是我平时戴 Mask 的样子 时候现在是锁平状态哦 然后我看一下戴了 Mask 过后能不能解锁 Face ID 接锁平時 从低时 来 继续 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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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现在锁平时 这边会有一个亮亮的东西 其实这个我相信是FaceID的东西来的 可是当解锁过后就不会有了 注意到吗 好了 以上就是戴着口罩解锁iPhone的方法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点赞 然后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许他们刚好就需要用到这些技巧 然后也记得订阅神浩TV 最后呢 如果你在iPhone使用上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有什么iPhone的使用小技巧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我是神浩 我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